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小明牛Desk 今天要帶來的介紹是這個2020 9章的攻略 那這個是專門為台服去量身定作的 所以台服的玩家可以安心的去使用 好,那目錄的部分首先是介紹一些打撈 再來是有關於伏擊還有迴避率的問題 再來是裝備隊伍配置還有一些地圖的走法配合 好,打撈的部分這邊來看一下 其實打撈部分大部分很多人都講過了 那就不外乎是打撈角色為主 那真的你要說有什麼好打撈的其實好像也沒有 9Z這個對空其實還不錯 那9Z的維修我想應該也很多了 那9Z3這個臨戰一般來說不會用到 你唯一可以用到的可能是刻碟砲 那9Z4有Z1還有一個金球魚也可以打撈 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好,接著看一下伏擊迴避率 好,我們在一般行走的過程中就會 偶爾遇到伏擊嘛 那這個遇到伏擊的叫做伏擊遭遇率 遭遇伏擊率都可以講 那這個東西跟我們的偵查值有關 那我們一旦行走的時候我們會看到 這個海域的威脅度會從安全一直到危險 那一旦到危險的時候你遭遇埋伏的機會 伏擊的機率就會越大 那這個偵查值呢就是用我們的總迴避值 總航空值平方之後開根號3 那一般來說啦 我們看到總航空跟總迴避的時候 總航空值一般來說都會加的比較高 因為像航母會有很大量的航空值再加上油壓 所以你很容易可以撐起這個航空值 所以可以提高比較多的一個偵查值 那我們偵查值越高呢 我們遇到伏擊的機率就越低 那我們代表說我們可以走的比較遠 所以一般來說你有配備航母的艦隊 一般來說偵查值都會比較高 那你遭遇伏擊的機率就會比較低 好,再來如果你一旦遭遇伏擊 那會出現一個迴避的一個選項 那這個迴避率呢就是看我們艦隊的總迴避值 然後去除以這個總迴避值的平方更號3之後 加一個地圖的伏擊貴避值 這個每個地圖的值都不一樣 因為後面越高難度的地圖 它的值會越大 所以分母越大這代表我們的迴避率會越來越低 另外再加上一個裝備提升 就是我們這個雷達可以有效提高我們迴避的一個機率 所以我們可以看我們的總迴避值越高的話 伏擊迴避率也就越高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艦隊裡面配備大量的驅逐的時候 可以有效的提高我們的迴避率 好,接下來另外一個地方叫做自空權的問題 什麼是自空權呢? 我方的航空值對空值還有艦載機的數目會影響到這個自空權 當我們自空值越高的話我們可以在這地圖裡面取得確保優勢這些 那一旦進入的確保的時候 我方的航空傷害會加20% 然後整體的命中也會加10% 那這邊最好的地方是它的埋伏率 就是我們行走的時候的埋伏率也會下降8% 那即便是優勢也是會有減埋伏率的一個問題 所以也就是現在這個地圖上面 你要減少這個伏擊率埋伏率啊 其實配備航母 然後造成那個自空優勢的話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一個選擇 那這邊還有除了埋伏率問題還有增加傷害 那一旦配對很多的航母的話 我們的航空傷害也會獲得一個一定的提升 所以現在來說已經沒有說戰艦有絕對的優勢 那其實航母在地圖上面的一個 輔助能力還有傷害其實也漸漸提升了很多 好接下來說明一下裝備和隊伍的配置 那一般道中來說 如果是裝備後面一定要有個戰艦 那戰艦一定會帶雷達一些命中的問題 然後要有復砲 這個清巡的復砲來做自爆艦的清理 這個我們之前可能有講過 尤其是這兩個復砲非常的好用 那再來對方開始點燈會痛的 所以你的旗艦 戰艦旗艦最好是帶一個滅火器 那前衛的裝備一樣 重巡可以帶小海梨 然後一些生存的道具啊 那面對BOSS的話 他們會大量的魚雷 BOSS很大大量的魚雷 所以你必須要配備這個擋雷板 那如果像是驅逐 沒辦法配備擋雷板的話 那他很怕點燃 所以這個滅火器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道中的輔助就是這幾次嘛 有尼控啊可以補血的 都可以作為道中的輔助 那針對就是敵方的驅逐BOSS或輕巡BOSS 我們就是可以使用這個最有效率的高爆彈 因為他們都很怕這個高爆彈 高爆彈對輕甲的輸出非常的高 所以這些都是高爆彈的一個選項 所以你在安排在配置這個裝備的時候 可以優先選擇高爆彈對這些驅逐啊輕巡做輸出 好那一般道中的選擇 不外乎就是常見的這幾個嘛 但如果你想要打王的話 這個海鮮隊最近的坦度也是不錯的 那你可以配備一些比較好用的驅逐 來增加我們的迴避率啊 然後刻跌啊或是不死鳥 都是非常坦的一個好用的角色 那後排戰艦的選擇像皇家隊的大砲也不錯 最近可以拿到的這個被齋 他的傷害力也是很好用的 這些戰艦不外乎 都是他們可以裝備這個輕巡的復炮 好那我們之前說了這個 航母可以配備在我們的艦隊裡面 那打王的時候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是自律要保前排在危險海域的時候 你可以放一隻光輝來保前排 那輸出的選項大部分就是這些 比較強力的一個輸出航母 系列自然不用說 斯科也是可以優秀的打王 還有小家家這些都是不錯的一個輸出點位 那他們基本上的裝備 不外乎就是這個SB2C加上鎖魚 那其實他們的戰鬥機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你有什麼戰鬥機就丟上去吧 那另外一個地方就是可以利用這個方舟來緩速 因為對方都是跑得比較快的驅逐 那你當然緩速給大炮隊去增加他們的有效命中 所以他的核心配備大概也是核心 還有這一個Puruma 這一個暴擊機呢 他雖然說他的傷害不是很好 但是他的速度夠快 一般來說方舟的速度很慢 所以必須要裝備一個速度快的暴擊機 然後再配備這個高傷的鎖魚 那前排的核心 基本前面有介紹過 歐羅拉對於驅逐輕群 可以減免他們很大的迴避率 那五方的命中可以有效打在他們身上 那海媽增傷 背野有流彈的增傷技能 所以打輕甲是非常痛的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地圖的走法 那九張我相信大家都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的刷怪率 然後我們要打王的時候 常常會有怪擋在我們的路上 明明五戰可以出王的一個條件 通常我們要多打六戰或七戰 把那個王點前面的怪 路徑上的怪都清完 才能讓我們打王隊去打王 這點是很煩的 那今天說要帶給你一個 比較方便的觀念 所以說不能百分之百 可以避免說避免到第六戰第七戰 不過可以大幅減少你 進入第六戰或第七戰的一個可能性 那首先九機的部分 像這個F1 F3 F5 他是必刷的點 必出的點 你進去他一定出生 那其他的地方都是他可能會刷新怪物的地方 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要利用一個優勢 就是我們一進去之後呢 我們先把他打王隊 你要打王的隊伍先放在E3 這麼一來 只要這個點被上面有這個艦隊的話 他就不會再出生新的怪了 所以等於說我們佔據這個點位之後 他不會再生怪 他進而會去找其他點位去生怪 那我們就利用這個打王 要去進攻這個王的路徑上 把他路徑上的怪物 全部都排除乾淨的話 我們就可以有效的去進攻 這個我們的王點 那這邊必經的路上就是這些 這個F1 E2 E3這些都是必打的 那如果有出現E4 F5這些也都是必打的 那其他這邊你進來之後 他就算刷新的你也不用打他 剩下的點位就是這個 這兩個是隨機出現一個 其實你打哪一個都沒差 那你只要打完一個就可以進攻這個王點了 所以我們只要把 優先把這個路徑上的怪全部清掉 那再來看說這兩個要打哪一個比較好 那其他這幾個點位就可以不用去理他了 所以這個是什麼原理呢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機率的理論 那這麼多的重生點 那我們佔據一個點之後 那剩下這三個點不用打 所以我們總共有四個點是會發生戰鬥的 那接下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個點位我們要做五戰 所以八取五這個機率 那而且是這邊其實這兩個 其實只要隨機打一個就夠了 所以是七取五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個機率可以幫助你說 減少第六戰發生的可能性 好接下來九之二的部分 九之二其實一進去 他必出的點就是這個 這三個點是必出的 所以這三個點 基本上一定都在我們的道路上面 那九之二比較麻煩的是 他這個有時候打王跟道中隊會分開來 在一起可能還比較方便 你可以邊打邊走 踩在這個怪物的屍體上面 邊打邊走就不會被埋伏了 那一旦出現了這個兩邊分開的情況呢 就比較麻煩了 那我們就是必須要道中隊 去把所有路徑上的怪先清掉 先去救我們的這個王點 那王點呢 馬上去佔領這個D1或是這個F1 一旦佔領這邊之後呢 接下來出身打王的部分 就一定可以打到王 所以優先去救王點的人 然後王點直接飛奔到D1或F1 接下來就打到王出來就OK了 那這邊的這兩個點其實就不用打他 所以我們只要打這路徑上的點就OK了 再來九之三是最麻煩的 所有地圖裡面包含現有13張的日版 最麻煩最麻煩就只有九之三了 打過都不想再打了 那九之三其實你可以看 這樣一分為二的話 其實會分上半部跟下半部 那這樣看起來好像上半部出王的機率會比較高 然後再來上半部我們要打的點位 就123456跟下半部1234567 來比的話上半部好像少一隻可以打 那我們就利用這個方法去進攻上半部 那一樣進來之後會刷新三個點 這是必出的點 其實這幾個必出的點也剛好都是在要道上面 不輕絕對過不去的三個點 非常大機車 那一樣我們可以利用上半部的一個路徑去刷怪 那一樣假設我們現在打王隊先出來的話 我們也可以仿照前面的做法 先把打王隊塞在這些要道上面 這樣減少我們刷怪的機率 那我們只要站了一個點 我們就可以減少上半部刷出新怪的一個機率 那他既然這邊不能出 那他有大部分的機率會出現在下面 所以可以有效去控制我們上半部出怪的發生率 那我們就可以有效在五戰之內 把我們所有路徑的這個怪都給刷乾淨 還是有可能進入第六戰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C5 因為這個C5是必出的 那如果好死不死王點出現在這邊的話 我們還是必須要打第六戰 把這個C5的怪給清掉 因為其實12345 有五個王點五分之一的機會出現在這邊 這我也沒辦法了 那接下來這邊C4跟這個G3是不用打的 所以你也不用去理他 那另外一個反過來的條件是 當我們的王出現在這邊D3的話 那很可惜這邊我們沒辦法做任何偷吃步的動作 因為所有的點位都是必出的 我們沒辦法去做到偷吃步的方法 所以我們知道挨家挨戶的 讓這個盜裝隊把所有這個路徑上的怪都給清掉 那一樣還是會有可能會出現這個D5的王點 那也是會打到第六戰第七戰的可能性 通常來說打王隊出現在D3這個模式是非常難過 因為基本上很容易就會打超過六戰或是七戰 好最後是我們的九之士 我們九之士其實也是一樣 它也伴隨著一進去刷新的這個三個點位 這三個點位其實也是在我們進攻王點的一個必要道路上面 那一樣我們可以啟用我們的這個戰王的一個策略 我先把王隊開到這個C3 C3就不會出來 接下來我們把一些王的障礙排除掉 A3排除掉 再來這邊G4然後還有I4排除掉 其實只要排除這幾個點位就夠了 剩下的就去補 把王補到出王為止 好啦以上是今天這個九章攻略的一個簡單介紹 當然我們知道啦 輕甲類的很怕榴彈 那用榴彈打它會有無比的效率 當然那遇到這種驅逐多動陣的情況呢 有時候大炮榴彈不見得可以做到有效的命中 那現在航母也多了自空拳可以增加它的航空傷害 利用航母的轟炸大面積轟 那這些多動陣的這個驅逐就是無所遁形 而且加上驅逐本身對空值非常的低 所以它被航彈打到是非常痛的 那影片的最後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普通大炮隊 跟我們的航母隊去打九隻四 那看看你適合是用什麼隊伍去做進攻 好啦以上是今天的介紹 那我是草莓牛 好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好 好 在前方的領域中的蹈術 帽子繼續在一起 在前方的蹈術 趕快點 這個蹈術 趕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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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ю 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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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一起去 还要不可行 我只有这些人 我没想到 你很容易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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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